第一次见到李宇 是在我家的客厅 与这个男孩四目相接的一瞬间 一见钟情 而一见钟情的另一个意思是 心动了 哥 你回来了 那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同学李玉 老领导的孙子 我怎么没见过 小伙子看上去就是带劲 看得人心怦怦直跳啊 李叔叔之前不是调到外省了吗 今年刚调回来 我和李玉小时候就认识 李老的孙子 那你可得叫我成歌啊 剑哥 手长脚长 身材健壮 男人长这样的身体才叫漂亮性格 一定很不错 真结实 刚打完球 空调别开这么大 你们衣服都没干呢 开感冒了 我这就把温度调高点 打完球累了不吃饭了 吃这些糖油混合物多不健康 吴妈呢 其他人呢 吴妈家里有事 早上就走了 爸爸不回来了 妈 我妈也出去了 这样啊 那你下回厨吧 你同学难得来一趟 就做上次那个酱爆茄子 得露一手给你同学看看 那我去厨房看看 哥今天好像心情不错了 站着干什么 坐 说起来 我还真没跟穿球服的男孩玩过 真是越看越稀罕 你们这都考试了 现在换学校 能适应吗 还行 在哪都是考试 来一根 谢谢 我不抽烟 不想搭理 这也难怪 还是贾随琳的朋友 那小子指不定背后怎么说 他的朋友要是能带下我 他还真是见了我 可越是这样 或是越有挑战性了 我贾随英就爱征服这买搭不理得住 多够不死 你叫李玉啊 哪个玉 玉琪的玉 这不是小姑娘的名字吗 这名字挺好 要是放在别的男的身上 肯定变你 放在你身上 要越贫越有味道 我小时候见过你没有 应该没有 你小时候要是像现在这么说 我肯定忘不了 你成绩怎么样 还算考哪个学校 还可以 考本地 现在被考挺累的吧 小林子经常熬到半夜不睡 其实这样也不好 她少坏了身体 反而耽误事 你说是不是 不是 你们没事去除风帮忙 不用 这点事她在做不好 也太不顶用了 对了 可问你 小林子有女朋友没 没有 没有 要是有你得跟我说说 我也是为了她好 建哥 真的没有 那你有 那你有女朋友没 我也没有 我就顺嘴问问 你先坐着 我去厨房看看去 第一面先留个印象 少得适得其反 做怎么样了 快好了 哥你先回去坐着吧 这儿油烟大 没事 很香啊 哥今天竟然对我 这么合言约死了 老李的孙子这么空降而来 你们学校的小姑娘 不得疯了呀 是啊 刚来那天跑我们教室 看她的女孩子 把走廊都堵满了 一点不夸张 看来我的眼光不错 这鲤鱼还挺枪手的 哥 我去喊鲤鱼吃饭 来 来两口开开胃 建哥 我不会喝酒 酒有什么不会喝的 真不会喝你得学啊 男人哪能不会喝酒啊 你放心 这个度数特别低 我瞎狗喝都没事 建哥 我们下午还要上课呢 多大点事啊 来吧 给喝个面子 这个果酒没什么酒精含量的 尝尝吧 你小姑娘啊 男人喝酒就大口的来 你小姑娘啊 男人喝酒就大口的来 你小姑娘啊 小林子 给哥剥几颗虾 哎 现在水林子们什么都听了哥的 这么好看的时候 干得什么不好 哥 多吃点 我妈 我送你们去学校 我们俩想先洗个澡 打完球太脏了 那去啊 我又不赶时间 那我去了 李渔 你上来等等我 我很快的 你去我房间的浴室洗吧 节省点时间 节点堵车 不用了 我上楼等着她吧 来吧 咱俩体型差不多 穿我衣服就行 好像也没什么理由去决 看来 总归她不会做什么 你去洗 我给你找衣服 谢谢剑哥 真是磨人的意志 一门之格就是让我垂涎的小鲜肉 我却只能听听动静 真是让人愈发气胆 尽情享用的那个时刻 剑哥 衣服 来了